福人大學競技啦啦隊展現活力滿墊的舞蹈表演 為慶祝中華民國國慶活動揭開序幕 台北市副市長林憶華 明爭局長陳永德 諮詢局副局長陳敏慧 共同揭曉今年國慶主標與國慶早安城市起跑 為活動暖身 邀請市民朋友當天上街慢跑 我如問一下福人大學的同學 你們第一次在那麼小的場地表演 晶晶啦啦對吧對不對 我看你都頂到上面了 非常敬業 雖然我們空間小看起來是非常敬業的 做好相關的表演 只要謝謝你們讓我一下子就感受到 國慶要到來的這樣一個熱鬧的氣氛 那知道國慶日呢 當然我們在台北市都會有升旗 來慶祝我們的國慶的部分 那當然今年112年我們能回復到希望用最健康 最有活力的方法來慶祝我們的國慶 那其他的蔣市長都希望呢在這個城市就是一個活力的城市 一個健康的城市 所以國慶日就希望展現出來就是一個大家一早起來就生氣蓬勃 所以我們今年呢就要來一個城市起跑 所以在10月10號當天我們歡迎所有台北市民來升旗也展現你最熱情的一部分 所以當天我知道希望呢我們來的要有國旗元素 就三色能夠發揮你的創意來做相關的一個自己的一個裝扮 那但是呢我們要得到這個很難得的毛巾 像我自己本身喔 也蠻喜歡參加各種活動去蒐集各種的運動毛巾 因為那都是發揮創意啦 還有一個活動一個很好的紀念 所以如果說今天想要來得到這樣一個運動毛巾 就麻煩今天就要2點開始 就可以到我們台北通我們的APP 或者說我們到網站會公佈一個網站 我們就可以來做報名 然後呢最後再再來做一個相關的抽籤 那可以登記到10月3號的中午 所以今天這個記者會 最重要就是告訴我們市民好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樣一個機會 第一個是能夠有一個很棒的運動毛巾 而且要跟大家說 就是made in Taiwan 我們自己台灣國產的最棒的毛巾 再來呢在蔣市長的帶領之下 大家一起跑市政府三圈 大家要開始練習了 開始練習 好三圈 那展現我們的活力 也歡迎到各位同學和大家 大家一起來做相關的報名 那就在這邊再次的呼 就是跟我們所有台北市民 千萬不要忘記囉 今天下午2點開始到10月3號的中午 都歡迎一起來登記 那到時候來10月10號 讓我們一起用國旗原宿的裝扮 要來再升級 一起展現我們城市的活力 三點鐘開始 一直到我們10月3號的中午12點鐘 大家現在就可以待會下午2點鐘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呢上手機來報名 以及我們還有專屬的一個活動網站 也可以上網在上面報名來登記抽籤 那如果你在10月5號 YEAH發現自己是抽中的名額的話 在10月10號當天6點半到7點半的時間 直接用掃描的方式 或者是用女生認證的方式來進行報道 所以整個過程非常簡便 那當天我們的市長會帶著大家一起跑步 就在我們這個城市當中 讓大家更認識我們的台北市 以及大家在完成之後呢 還會有這個非常精緻又漂亮 紀念價值的毛巾送給大家 非常實用 今年的國慶 北市府除了規劃升旗典禮 國歌領唱與表演活動外 特別邀請市民響應全民運動 在晨曦中展開活力的一天 同時結合東區混市集等文創小物 美食公民眾遊逛 熱鬧氛圍為國慶日增填歡樂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準備好三秒鐘 谢谢观看